当时崇慧的真女 明智的童女之一 她便然而登 前去迎接基督 因父及自己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同在 大家早安 全部早安 记得我从高雄要来台北 之前带着高雄的教友 奉上耶稣上墓堂 到意大利去朝圣 我们也到了圣加德琳娜的家 加德琳娜 这个圣加德琳娜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是一个修女 但是她敬拜她为了耶稣基督 默想耶稣基督在十加上 她要默想耶稣 为什么她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欣赏呢 最后她看到是天主 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出她对我们人的爱 以后呢 因为她在默想耶稣的苦难 发现天主对人的爱 天主的心就是在这里 所以她就透过耶稣透过她 就告诉我们人要经历她的圣心 耶稣圣心 所以我们感谢天主给我们这位圣人 我们的圣师带领着我们这个的教会 要经历耶稣圣心 我们祈求天上的这位圣人 继续为在世上的教会祈祷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身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Amen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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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祈祷 天主 天主 你恩赐圣女嘉临 因赞扬你圣子的苦难 并献身于你的教会 内心充满了你的爱活 求你因他的转求 使我们能与基督同受苦难 也因他的光荣复活 而同享喜乐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祈圣神永生永万 Amen 公读宗徒大事录 那时 教会在犹太 加里勒亚和撒玛里亚各地 都得到平安 就建立起来 敬畏上主 并因圣神的激励 逐渐发展 伯多寻室各处时 也到了居住在里达的圣徒那里 他遇见一个人 名叫艾乃亚 患癱痪病 躺在床上已经有八年了 伯多对他说 艾乃亚 耶稣基督治好你了 起来整理你的床入吧 他立刻起来了 所有住在里达和沙龙的人 看见了他 就都皈依了主 在约培有一个女门徒 名叫塔比达 希腊文叫做多尔卡 他乐善好施 就在那几天生病死了 有人把他洗净了 停放在楼上 里达靠近约培 门徒们听到伯多在那里 就派两个人到他那里去求他 说 请赶快到我们这里吧 伯多就动身 同他们去了 他一来到 他们领导 他们领他上了楼 所有的寡妇都来到他跟前 哭着把多尔卡 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所做的内外衣指给他看 伯多叫众人都出去以后 就跪下祈祷 转身向遗体说 塔比达 起来 他便睁开眼睛 看见了伯多 就坐了起来 伯多伸手扶他起来 随后叫圣徒和寡妇们进来 使他们看他已经活了 这事传遍了约陪 就有许多人信了主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赐我鸿恩 我将何以为报 上主赐我鸿恩 我将何以为报 上主赐我鸿恩 我将何以为报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我要呼好上主的名 上主赐我鸿恩 我将何以为报 我要在全体子民前 向上主还我许的愿 圣徒的世事 上主十分珍世 上主赐我鸿恩 我将何以为报 上主 我是你的仆义 你解除了我的羁绊 我要向你献上赞颂之计 我要呼求你的名 上主赐我鸿恩 我将何以为报 我将何以为报 你的话就是神 就是生命 唯独你有永生的话 Aleluja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心灵同在 共睹圣若望福音 如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耶稣的门徒中 有许多人听了他讲的话 便说这话难接受 谁能听得进去呢 耶稣自知他的门徒 为了这些话议论纷纷 便对他们说 这话使你们起反感吗 那么如果你们将来看见 人子神到他原来所在的地方去 又将怎样呢 又要出卖他 所以他接着说 因此我对你们说过 除非蒙父恩赐的 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 离开了他 不再同他 不再同他往来 于是耶稣对那十二门徒说 难道你们也愿意退出吗 喜满波多回答说 喜满波多回答说 主啊 唯独你有永生的话 我们还投奔谁呢 我们相信 而且已经知道 你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圣者 上主的圣言 祈祷我们讲给你 大家平安 祈福平安 应该是两或是三个礼拜之前 一个主日 就参加了孤伦神父 在孤庭圣经堂 在那边有一个研讨会 去参加 那去参加就听了他 孤伦神父 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们一起写的一本书 叫做戴心 他们来介绍这本书 那另外一个人叫做 波多杨生 波多杨生 那他们来台湾 他们是从德国来台湾 是基督教 邀请他们的 他们在台湾 已经有一段时间的 都是在基督教会 来推动这些的灵修的生活 那这个礼拜 那个礼拜天 来到古厅的时候 主持人 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女士 他就说 那我们现在呢 回到娘家了 回到娘家了 马迪路德 他离开我们母家 我们的母教的时候 带着圣经走 但是忘记了带领袖 所以我们现在呢 回到娘家来 来拿这些的 好 我们在听 古人神父 他是分享的 跟波多他们分享 他说 他们说有一件事情发生的 有一件事情发生的 那这些事情呢 可能真的是 非常非常带给我们人的 非常非常的严重的 很大的影响力 但是 同样的事情 人的反应不一样 有一些人 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 会变成更坚强 会变成很勇敢 不会怕去面对一些的挑战 比如说我们说 大地震发生了 那可能有一些人 越过了发生的这些 他预告了这些的 这些所发生的 越过之后 他更勇敢的 勇敢可能是 是什么 勇敢的接受 天主的安排 他勇敢的 更依赖天主 但是有一些人 因为同样的事情发生的 他就变了 变了一个人是 怕 变成害怕 不只是怕地震 会怕黑怕人 会有什么事情 就不会相信别人 他们就是问 同一件事情的发生 为什么在人的生活中 产生不同的 这个影响力 不同的那个回应 他们说是 事情本身 事情本身 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地震 本来就是因为 这个 我们的那个地球 地球里面应该是 里面的石头在动 什么的 以后就发生了这些的 但是 意义是 我们人给的 我们人给 对某件事情 给的意义 那这个意义呢 会影响或改变 我们自己的生命 所以有一些人 给的比较负面的 那会影响他的生活 他就走的 就是 因为这个负面的意义 而得到这样的影响 有的可能是比较积极的 好 这个是古人神父 他所分享的 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福音 同样的事情发生 那这个事情发生是什么 耶稣 争饼 他们吃得饱 那他们来找耶稣 耶稣就这样了 你们来找我 不是因为你们 你们看到奇迹 但是你们 你们吃饱了 你们才来找我 你们不要找 这些 地上的食物 你们要找的是 天上的食物 我要给你们的食物 就是 我自己 是我的肉 给你们 是 为了你们得永生 同样的 耶稣讲的 给他们全部的人 同样的话 但是在场的 有的拒绝 这话声音 僵硬 谁能听得下去 他们就走了 但是有一些人就 停留在耶稣身边 还说 你就是我们永生的话 我们还可投奔谁呢 同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有不同的人 接受 产生不同的影响力 耶稣这里他说了 因为人的心 有的接纳 有的不接纳 有的拒绝 因为在这里 因为人的心 耶稣就说了 他知道有那些人 他的心里面是怎样的 会拒绝的 有谁会拒绝他的 有谁会出卖他的 他知道 是我们的人的心 决定了我们的反应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的发生 在外面所发生的 那这个应该是 不会影响我这么大 就是看我自己的心 这么去接纳 如果我的反应 是我给一个负面的 一个意义 那这个一定会影响我 会很大 如果我给他一个积极的 可以看到有一个积极的能量 来影响我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们看这两件 是一个是在福音里面 另外一个是古人神父 他所分享的 这是让我们要看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 有 既旺的事情发生的 那这些的事情 也会影响我们 是看我们是这么 给这些的事情 所发生的 给他们 意义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 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缘合我们的思想和验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结因你的旨意 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赖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主圣人圣女的玛利亚 终身是共鸣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且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赔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真实 先和安慰着圣神 庆祝于我们 极切心有的心中 求是我们 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召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终于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皇太人民 获得你的这里居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宽恢复别人 宽恢复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就我们 灭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祝你安天 何等安天 我醉意得舍命 天我世上 天我世上 尽悲欣慰 下眼尽能堪歇 下眼尽灯 巳心灯 下眼尽 下眼尽 带 下眼尽 死